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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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喜兰花 芹菜 季菜等 这些绿色的食物中含有硬绿素 叶酸 膳食纤维等 是有生命活力的颜色 在我们每日的餐桌上 需要保证这些颜色能够占据二分之一 能够更好促进食欲 小孩也就不易挑食 杂粮 杂豆则多选黑色食物 比如黑米 黑豆 黑花生等 能够补充一部分的铁质 预防平行 总之记住 颜色越丰富 食物种类越多 适入的植物化学物质 营养元素 矿物质就更多 也就能够吃出更好气色 好色警惕此类色 我们说好色要挑选鲜艳的颜色 但是对于有些食材则需要警惕 以防使用药水泡过 硫磺熏过的 比如生姜 莲藕 银眼 百合的 在选择此类食材时 一定要采用盲盲问切的方法去辨别 多看 多闻 多我 看看是不是有奇怪的味道 才能挑选到真正健康的好色之材 做一位知识分子的好色之徒 将餐桌上的颜色变得五彩缤纷 大脑也能够受到刺激 增进食欲 长期坚持 也能够保证身体的好血色 生命的灵动鲜活 作者信息 猪眼 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 国家一级营养师 各位朋友 上面提到的这些蔬菜 有你爱吃的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们的营养师 继续